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早上老公要做一个面疙瘩稀饭 记得小的时候在老家经常会吃这种稀饭 为了让我早上能多休息一会儿 老公早上悄悄地起床 他把我的闹钟关掉了 然后现在这个视频是他自己录的 昨天晚上从冰箱冷冻室拿了一块里脊肉出来 今天早上准备来做一个青椒炒肉丝 再放半根胡萝卜 这个胡萝卜在冰箱里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特别难放 昨天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前几年摆摊经历的视频 然后得到了好多网友的支持点赞 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后来因为上海这里不给摆摊了 所以家里现在还有很多T恤 然后就有好多好心的网友给我们支招 说让我们在网上卖 放在竹窗里卖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建议 只是我卖剩的那些衣服大号都没有了 就剩一些小号了 好多都是断码的也不好卖 如果好卖的话 当时就已经卖掉了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呢 目前我还没有开通自己的小店 自己的商品 目前还不能挂在橱窗 大家的建议 也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可不可以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呢 但是我又怕时间精力不够 因为现在我还是在上班的 自媒体只是作为一个副业在做 而且我的社保也还没有缴满最低缴费连线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不上班了的话 我将来退休了 是领不到退休金的 反正现在就是非常为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在我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 先谢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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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